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什么内容呢 今天的内容主要来自于 之前蛮多朋友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当大家会开始要整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因为可能我已经被贴上的极简 或者是断捨离的标签了吧 所以就是大家会问我一些 极简相关的或者是断捨离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最常被问到的就是说 Dan那我需不需要 或者是我适不适合断捨离 或者是我需不需要极简 这个问题其实 我蛮难替每个人回答的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头 去问自己说为什么我需要断捨离 也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断捨离 那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我会断捨离 其实我把断捨离当作是一种手段 我觉得他是一种方法 我在早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我会断捨离是因为我蛮向往 住进一个北欧风 像IKEA啦或者是MUJI 甚至是有一些北欧的家具店 他们会把那种空间的图片拍得美美的 我就很向往住进那种漂亮的空间里面去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 其实这些空间不管你走进IKEA的样品屋 或者是你看这些照片这些图片 老实说他们真的是很极简吗 就是你个人对于极简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觉得极简就要像日本的某些极简人士那样子 居家里头真的是很干净 空无一物 几乎都只留下了必须的物品 而不是那种装饰啦或者是气氛啦 这种物品几乎是没有的 那我个人觉得我好像没有想要到达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比较希望自己是住在一种 我觉得很美的很舒适的 很像是在IKEA啦 或者是我刚刚说那些很漂亮的样品屋里头的 所以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所以我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 我希望住进那样子的空间里面 但是回想我自己过去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的脏乱 东西多到爆炸 所以我离那个空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从A到B 假设我原本处在的地方是A 那我要到达B那个地方去 其实我就需要透过一些方法 那当时我自己思考 我觉得我有两个方法 两个途径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要嘛我就眼不见微镜 去外面租这个空间 住在那个空间里面 然后我就把那个空间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这很简单 对不对 因为空间是从头开始的 但是它很花钱 因为它还要花一笔租金 那我自己就住在我自己家里头的房间里头了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花一点时间 我把东西好好的整理 该丢的就丢掉 去好好的花时间跟这些物品呢 做一个连结 然后做一个检视 断舍离 它就变成是一个我选择的另一个方法 就是我必须要把原本就有的东西 不符合我理想生活 不符合我理想style的那些东西呢 给基建掉 所以我把断舍离或者是极简的这种行为 当作是一个方法 通往我美好生活 想象中理想中美好生活的一个方法 但是因为做着做着 久而久之 你慢慢从书本上 你从很多的YouTube影片上面 或是各种来源的资讯 你慢慢了解到 其实断舍离它不仅是丢东西而已 它可能是一种生活的一种style 一种风格 因为你透过断 透过舍 你知道如何把关一个东西的入口 你知道如何去让家里头已经旧有的东西 可是它可能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跟你的生活没有连接的东西呢 让它自然的脱落 让它开始流动起来 可以捐出去 或是割舍它 那在这个循环之下 你慢慢就会培养出一种新的生活的状态 就是你可能不会那么的有强烈的欲望 或者是觉得一定非要持有某些物品的那一种执着 所以你就会进入到一种离的状态 就是你脱离了对物品的执着 那它就会变得让你的空间在未来 就是你整理完之后 你断舍离完之后 它还能够保持在一个非常干净的 舒爽的品质里面 而不会说我今天整理完 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就炸掉了 又乱了起来 就是你开始慢慢的有一种新的生活风格 那我回想我自己这一路过来 我觉得我最喜欢断舍离后的一种 居家空间东西没有非常的多 但是我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 都跟我产生很紧密的连结 我指的是 我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的 那种内在的愉悦 那种快乐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时常的 使用它们的频率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不管你今天对于断舍离 对于极简的这个程度定义到哪边 我觉得你会有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究竟谁需要断舍离 或者是我适合我需要断舍离吗 那么就先问问自己 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理想的生活究竟长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一个picture 你有没有一个想象 一个蓝图 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 有一个图片 有照片去search一下 去寻找一下 研究一下 那如果你有 那再看看你现在的状态 是跟那个位置有没有差呢 如果其实没有差太多 或许简单的做整理 简单的 有一些简单的这种东西 背品你把它补进来 去营造一个氛围 或许就好了 因为有可能你的家里头 就已经被设计师设计得很漂亮 很干净了 所以不一定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非得断舍离 有时候你已经很棒了 可是你就觉得说 大家就好像都在流行断舍离 大家好像都在流行基建 那我是不是应该让居家 再更怎么样一点点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去 看网路上面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YouTube也好 听Podcast也好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去理解断舍离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透过断舍离这个概念 来协助自己在购物上面 或者是未来在物品的入口方面 你可以有一个把关 我觉得这个倒是不错 但是至于居家 到底现在需不需要把东西丢掉呢 我不认为 所以如果你现在家里头已经很好了 你也觉得蛮满意的 这也是你喜欢的风格的话 那我想其实就不一定要断舍离 OK 好 那么最终我们再讲到就是 那如果真的你要我回答说 到底谁需要断舍离 什么样的人需要极简 我个人认为如果比较直观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你所持有的东西 你所拥有的物品已经 多到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本质的时候 那我觉得或许你就是应该 要开始思考断舍离这件事情了 举个例来说 之前常常分享的 如果你的东西很多 多到呢 它可能让你要找物品的时候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举例来说你可能今天有一个约会 但是你为了要找一串钥匙呢 花了二十几分钟 然后呢约会就迟到了 或者是他可能 把一些东西给深埋了 你找都找不到的时候呢 又一直反复购买 那这就是产生一种金钱上面的浪费 甚至是如果像我过去 我的房间里头 东西堆在地上 堆在床上乱七八糟的 那可能影响到了你 行走的动线 造成危险 或者是说 它已经占据了一半的床 让你在睡眠休息的时候 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 好好的休息 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时候 我觉得 OK 这个时候或许真的就应该要开始断舍离 或者是就应该要 开始去思考 怎么样把物品减量了 所以我觉得 适不适合断舍离 适不适合断舍离 如果要用很直观的方法 可能就是这样子 你去思考一下 这东西有没有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或许就不一定要透过断舍离这种方法 除非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想要有一个自己理想的生活风格 也许你现在的居家里头没有什么风格 可以 比较一般般 比较 当时没有想太多 可能买东西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 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说 为什么 有些人家里头很有风格 很漂亮 那为什么我好像 家里头很 买了也是买了很多很喜欢的东西 很不错的小物品 可是堆在一起就好像觉得 没有一种漂亮的感觉 美不起来 就像我常常说的 我们去IKEA 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棒 去Muji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棒 但是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之后 你就发现奇怪勒 怎么还是达不到 或是还是没有办法 弄出个像他们那么漂亮的那种空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就是我们在摆设 或是我们在陈列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悬物的时候 就要去思考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想要从你现在旧有的风格 change到另外一个风格 或许断舍离 它会是一个途径 因为你必须要把风格以外的东西 可能你要捐出去 你可能要二手卖掉 你可能要处理掉它 然后再把新的 你觉得适合风格的东西给补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途径 所以overall回到一开始 我觉得这件事情 断舍离 谁适合谁不适合 就是你要去看看你自己现在的生活 你生活满意吗 那不满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透过什么样子方式去改善呢 一定要断舍离吗 或者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来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因人而异 就像我说的 每一个人对于断舍离 对于生活的美感 或对于生活的需求不同 有些人觉得我拥有的东西可能还太多了 我觉得我现在拥有的东西可能刚刚好 或许你可能需要再更多一点东西 那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找到自己觉得适合的地方就好了 那甚至是每一个人现在的体验 跟每一个人所处在的这种阶段也不同 如果像我过去 我就觉得我过得好好的 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虽然住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地方 比较杂物 重生的地方 也没有想要断舍离的念头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一定需要断舍离 对不对 就是虽然看起来很乱 可是我自己就觉得呢 好像也还好 所以那个时候你叫我断舍离 我可能还会觉得很反感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这种感觉 所以你要问我什么时候需要断舍离 第一个当然是你有意愿的时候 你想要尝试你想要try的时候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冷静的思考 为什么要断舍离呢 跟风吗 还是说你真的有那个需求 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 因为还蛮常被问到 就是到底适不适合 到底需不需要 那我跟各位分享 我当时断舍离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 断舍离也不是一天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短暂的事情 它是一个累积 直到现在的我还是一直在这个循环上面嘛 就是当我买进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问我需要或不需要 那我也有东西可能已经坏了 我需要淘汰的 一切就凝结在那个状态上 其实并不是 所以回过头来 我觉得断舍离很有趣 因为它一直让我可以不断的在生活中 一直有一种太旧唤醒的感觉 一直让我有一种可以成长的 一直有一种动态的感觉 那东西 我曾经也跟各位分享过嘛 我觉得东西的流动 一种持有与放下的这个过程 其实它蛮美的 然后也是一种美好生活中 必要的一个过程 好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啦 那希望或多或少 可以提供给有一些 有相关疑问的人的一些解答 然后一些想法概念这样子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你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